它的炸肉看起來超好吃的 然後還有地瓜薯條 我看這個鹹酥雞 它的鹹酥雞上有九層塔 ice 小吃一隻就給過了 哈囉我是Vivi 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歡吃的東西就是壽司嘛 但其實在我敢吃生魚片之前呢 我最喜歡吃的東西是牛排 那為什麼我喜歡吃牛排呢 就是因為小時候我跟弟的成績很好 所以我媽就是想說 只要我們兩個考全校前三名 就可以去吃貴族世家 沒有錯 不是夜市牛排也不是高級牛排 也是貴族世家喔 那那個時候貴族世家還有我家牛排都超級紅 因為他們都是只要點排餐 然後就可以吃他們的自助吧吃到飽 不過時隔今日呢 還是過了那麼多年 這兩節還是沒有完全沒落 雖然已經倒很多家了 但是還是剩一點點 所以我就想要來測試看看 現在的我家牛排還有貴族世家 分別會是什麼樣子呢 好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先幫我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的通知 那我們就趕快去吃吧 GO 好我現在已經入座了 首先第一站呢是我家牛排 這個是我媽童年的回憶 那我之前只吃過一次 我已經幾乎沒有什麼印象 而且我那次吃是在高雄吃 那我今天到的是新北的中和店 那選這間是因為這些Google評價 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剛剛點的牛排已經到了 我點的是它的牛排 嗯它這個最便宜的牛排就叫做牛排 然後我點的是五分熟 它這裡的話呢 是每個人要收10%的服務費 然後用餐時間是兩小時 然後剛剛店員有跟我說 就是它的麵還有醬都是要自取的 麵的話呢如果需要更多可以跟他講 那現在疫情期間去自取吧 是要拿手套跟口罩 那等一下過去的時候 大家自己的就是要把口罩戴緊 然後不要造成別人麻煩這樣子 你就先去看看吧 欸它的熟食區很厲害欸 它這邊的話是有滷雞針的 還有一些毛豆啊豆腐 跟木耳 哇這個雞針看起來超級好吃 光這個雞針在外賣就賣很貴了 然後它這邊還有蝦子吃到飽 好然後這個是它的燒賣區 因為防疫期間就先不打開給大家看 它就是會有基本的燒賣 然後還有一些包子 跟小籠包 這應該是小饅頭 還有粉蒸丸 還有煎餃 哇好酷喔 它這邊還有義大利麵 跟炸雞翅 還有這個肉丸 這個肉丸看起來滿好吃的 等一下想拿一個吃吃看 再來是它的炸物區 這個我等一下想夾夾看 這應該是QQ球吧 然後還有薯條 三角薯餅 這個不太確定是薯 炸湯圓 跟一些炸春捲 還有丸子熱狗 跟雞塊 它炸物品項其實很多欸 這邊也有基本的肉燥飯 這個蒸籠裡面是什麼 我看一下 喔是油飯欸 大家有跟你們講 它的水果超級強 它的水果超多 這根本就果菜市場了 這應該是葡萄柚吧 哇我已經 真的很少看到 在蜘蛛包會有葡萄柚的 而且還有奇異果 欸吃果很貴欸 這個是哈密瓜嗎 等一下可以吃吃看 它有各種的理智 你看它這邊的香蕉 還可以做成巧克力香蕉 超級用心的 還有番茄啊木瓜什麼的 哇超級多 這邊根本就是水果百惠 愛吃水果的人 真的這間很可以 再來的話是甜點區 甜點區的話呢 還有中華愛玉 豆花 豆花有兩種口味還不錯 然後還有各種小蛋糕 它小蛋糕種類非常非常的多 欸這個抹茶跟生巧克力的 看起來好好吃喔 旁邊的乳酪看起來也很好吃 呃怎麼辦 每個都想吃 然後下面的話呢 還有冰心地瓜 跟捲蛋糕 還有泡芙 這個應該是麻糬 還有一些 果凍 奶酪之類的 好我剛剛已經購完它的蜘蛛吧了 大家應該跟我一樣 心中覺得很厲害吧 我現在心裡已經有點嚇倒 等一下就是在拿它自助吧的東西來吃 那對我來說 不管是去吃有沒有自助吧 有沒有吃到飽的地方 我一定都要吃吃看它的玉米濃湯 我覺得玉米濃湯就是牛排的靈魂 所以第一回合我想說就先吃牛排 然後我搭配的是它的蘑菇醬 鐵板麵表現普通 就是一般的鐵板麵 來吃吃看牛排吧 牛排還滿普通的 就是一個中規中矩的牛排 不難吃 但絕對稱不上是好吃的那種 它就是吃酥飽的感覺 就是厚度夠 然後分量也夠 但它就是沒有什麼牛味 但是是有肉質的 可是咬起來的感覺就是偏賞 就是標準的組合肉 然後牛香氣沒有很重 好 再來喝一下牛排店的靈魂 玉米濃湯 來喝喝看 我覺得有點不夠鹹 然後它裡面的就是會有一些玉米跟火腿 但料沒有很多 比起來我比較喜歡是孫東堡的玉米濃湯耶 好 那我趕快把牛排吃一吃 等一下我們就去拿第一回合的自主堡 好 我已經去自主堡拿完我剛剛想吃的東西了 好 我們先吃沙拉好了 好吃 滿新鮮的 再來我要吃這個 雞粥 這看起來超級無敵罪惡的 我覺得它裡面味道超鹹不足 但是就是只有一個辣香味這樣子 可是有點不夠省 但它雞粥本身做的還不錯 就是滿Q的 好 再來就是它的炸物區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很像地瓜球這個東西啊 它剛剛夾起來很有重量 感覺不是地瓜球 嗯 好吃 這個好吃 它這外面是麻薯 然後裡面是菜脯 這個我喜歡耶 它有看到這個橢圓形的 很像地瓜球的東西 可以夾 再來來吃個 這個是我覺得它看起來賣相很好 但我不太確定它這顆裡面是包什麼 挖到飽 它裡面是芋頭跟地瓜 好吃 而且不會很甜 然後咬下去是鬆鬆麵麵的感覺 而且為什麼這裡的炸物完全不油啊 我覺得我家的炸物很強 但我家可以專吃炸物 它本體好像是蜘蛛巴 嗯 附帶牛排 對 因為你覺得 我覺得這邊感覺就是 雖然牛排是一定要吃的 但它的本體就是蜘蛛巴 好 再來是第二盤 好 那我想要先吃一下這個 蜜汁的肉丸 它看起來賣相超級好的耶 非常精精 吃吃看 它外面那層感覺是有點 糖蜜的味道 然後裡面吃起來像是一般的鳳丸而已耶 甜甜的還蠻好吃的啦 但這感覺蠻容易飽的 好 再來吃一下它的滷料 鴨血跟豆腐 有啦 它是正常的鴨血 但它沒有很辣耶 它吃起來比較像是滷鴨血 不太像是麻辣鴨血 再來吃吃看它的麻辣豆腐 它麻辣豆腐裡面的豆腐是凍豆腐 氣孔很多 所以它裡面全部都是麻辣辣油 吃完辣死了 好 再來吃吃看它這個 很厲害的豬腳 我跟你們說 剛剛那一鍋裡面的豬腳 都超級大塊 這塊已經是我一直 找那個鍋底 找到勉強剩小塊的你知道嗎 滿滿的膠質 它的皮很彈 它的肉也有滷進去 整個味道還算是香 豬腳不錯 豬腳給過 好 我現在拿了第三盤 我已經戰力所剩無幾了 所以我就拿了燒賣 然後還有它這個 珍珠丸那種東西吧 然後還有它的雞翅這樣 先吃吃看它的燒賣 它燒賣滿厲害的 裡面的肉在外面那種 其實都是有水分的 吃起來很像現做燒賣 好 再來吃一下它的 珍珠丸 這個珍珠丸我覺得就很普通 好 再來我們吃一下它的雞翅 吃吃看吧 還不錯 它裡面的雞肉滿多汁的 好像油脂的成分也在 然後它外面整個炸麵衣啊 跟肉吃起來還滿鮮條 它的炸粉也有調味過 好 我熟食去的家裡已經歸零了 現在開心的去拿它的水果 它水果超級多種的 先來吃奇異果好了 超級酸的 但我不斷說服自己這是健康的味道 再來吃一下葡萄柚 葡萄柚不錯 再來是芭蕾 這芭蕾很好吃 很甜 再來吃一下葡萄 但葡萄超甜的 雖然不是五指葡萄 但它是紅地抽葡萄 也是我很喜歡的一種葡萄 好 再來就是最後的甜點了 我拿到一個起司蛋糕 然後還有一個中華豆花 可能大家會很疑惑說 為什麼來這邊要吃中華豆花 但是中華豆花是我的愛 沒有人可以罵它 我剛剛看它的蛋糕種類超級多的 除了我拿這個起司的 它還有Oreo的 生巧克力的 巧克力的抹茶的 還有藍莓的之類的 超級多種 我就選我最喜歡的起司蛋糕獎 嗯 誤會誤會 這不是起司蛋糕 這是一般的海綿蛋糕 那可能我要哭了 我的甜點寇搭 竟然給錯了 每次開中華豆花 今天就是吸它的湯 中華豆花就是好吃 雖然知道它是人工豆花 但真的好好吃喔 好 等一下把豆花吃一吃之後呢 我們下一餐 就要前往貴族市家了 好 現在來到第二站 貴族市家 這間就是比起前家我家牛排 更偏向我的童年回憶 然後我剛剛進來之後 我發現店內裝潢 其實跟我之前小時候吃的時候 還是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就是走一個比較有點高雅 牛排館的感覺 然後我剛剛看它蜘蛛吧種類也很多 那我們先吃吃看它主要牛排的部分 那為了公平起見呢 我也是點它最便宜的牛排 它的最便宜牛排是特製牛排 來吃吃看它跟我家的差別 來吃吃看 我會比較喜歡貴族一點 我覺得貴族吃起來比較有肉感 我家上次吃到那個牛排 有點太組合肉了 然後貴族就不會 它吃起來有那個肉的穩定感 然後吃起來也比較彈 比較Q一點點 來看一下它自助吧 它防疫做的還不錯 它這邊有一個透明的隔板 所以可能我們有時候 如果有人口罩沒有戴好 然後講話的時候 也不至於會噴到食物這樣子 再來是它的炸物區 它炸物區沒有我家那麼豐富 但是它有洋蔥圈耶 好讚 然後這個一塊一塊 我不太確定是什麼 等一下想要吃吃看它的炸物 它的炸物看起來超好吃的 然後還有地瓜薯條 好看這個 鹹酥雞 它的鹹酥雞上還有九層塔 Ice 然後這邊也是一些 麵食可以拿 這邊有炒麵 這看起來像是三杯雞耶 這個我等一下也要夾一下 還有這個蛤蜊 這看起來還蠻好吃的 它的蛤蜊看起來很大顆 這個好像是豬腳喔 我聽說貴族的豬腳很有名 等一下也可以吃一下 這邊是它的現點現做區 然後就是我們把夾子 放在上面的話就可以點這些東西了 再來是甜點 又有你的中華豆花喔 對 它有我喜歡的中華的愛玉還有豆花 豆花也是兩種口 我也跟我家一樣 然後它有很多種小蛋糕 它比較特別的是它下面這個 是超貴嗎 好酷喔 我大概已經想吃吃看了這個東西 好 現在呢 我拿了自主爸第一輪的東西回來 然後呢 東西品質非常非常多 我們先來喝下它的蛤蜊湯 我覺得它殭屍蛤蜊湯看起來蠻厲害的 哇 很鮮 那個殭屍的那個嗆味我很愛 我覺得蛤蜊湯的精華就是它那個 湯底加殭屍的那個味道 好 再來我們來吃吃看它的炸物好了 先吃一下這個台味鹹酥雞 好吃欸 很台 現在來吃一下我的最愛 洋蔥圈 我沒有看到什麼洋蔥欸 它沒有什麼洋蔥的存在感 但是它吃起來是有洋蔥圈的香氣的 可是我還是比較喜歡裡面有一圈 完整很厚的洋蔥那種洋蔥圈 再來我們來吃一下它的熟食 好 我先來吃一下它的這個 這個應該是蛤蜊 但是它是用像炒海瓜子那樣子的 調味方式下去炒的樣子 嗯 這個好吃 就是海瓜子的味道 只是海瓜子變成了蛤蜊這樣 比較低成本的海瓜子 再來是這個 這是算豬肚嗎 其實我不是很確定欸 嗯 這個好吃 它的口感是有點脆脆的 有個內蕩味 喜歡內蕩類的人會喜歡 好 那我們繼續吃吧 這個是應該是三杯雞 我看它的調味方式應該是 它那個辣味有出來 然後雞肉也不腥 做的蠻好的 而且雞肉也很嫩 吃起來很加腸胃的感覺 再來我們來吃一下這個 豬腳 一個是現點現做區的 德式豬腳 然後這個是剛剛自助的豬腳 兩次才都蠻好吃的 來比較一下 它的皮超脆 應該叫脆皮豬腳啦 那我蠻喜歡的 可能跟調味料也有關係 好 再來吃一下一般的豬腳 喔 它的豬腳搓起來 比我家的嫩很多 試試看 這是阿嬤魯的豬腳 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種 然後那個膠質超級香 一直會化開 我手頭是米菜 它就化了耶 滷超級透 好 現在是水果時間啦 等一下出完水果之後 我就要吃一點點了 好吃 反正發熱是不會失誤的 再來吃個番茄 番茄好吃 很多汁 很新鮮 再來是羊桃 我家的桃有記得是沒有養的嗎 沒有 這是我家的水果種類比較多 然後羊桃夏天吃真的好消暑 它水分超多的 好 最後的甜點來了 我有照承諾拿一下 剛剛覺得很特別的這個 它外面是用一個塑膠的 葉子形這樣的紙包起來 還蠻可愛的耶 看起來好水靈啊 吃一個透明的東西 然後裡面應該是包紅豆吧 吃吃看好了 它外面那個透明的地方QQ的 沒有彈性 但是沒有味道 然後裡面那個紅豆沙是好吃的 它的甜是不會過甜的那種 乾脂也會覺得好吃的程度 好 再來吃這個 我覺得很酷的 綠色的奶酪 喔 魚膜是哈密瓜 吃起來感覺沒有很討喜 它不是那種奶酪感 上面有蘋果凍 不能吃啊 但可能做成奶酪我會比較喜歡 好 吃完了 這次吃完 我家牛排還有貴族市價之後呢 我覺得兩斤各有特色耶 我家的話是它的自助爸的品項 普遍都比較多 不管是水果到甜點到它收拾區 甚至是炸物的話 它品項大概都是 貴族市價的1.5倍左右 那我覺得我家牛排 最推薦的東西就是它的炸物 它炸物表現超級優秀的 然後再來呢 就是它的東西 坦白說真的是種類比較多 所以會有比較多東西可以選擇 它的水果市 根本就可以說是一個 迷你水果市場 就是你想吃什麼水果都應有盡有這樣子 然後甜點也非常非常的豐富 我覺得去吃我家 就是會有一種很超值的感覺 那貴族市價我覺得它厲害的是 它的主要排餐麵還有濃湯的部分 都比我家好 但是呢它的東西就沒有我家那麼多 可是貴族市價贏在的是它有鮮鑽館的部分 鮮鑽館的話就是可以現點現做 然後它的脆皮豬腳啊 還有蛤蜊湯我覺得都還挺不錯的 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兩間都是我會想要再去光顧的店 因為你點一個300多塊的牛排 等於說你300多塊吃到飽 我覺得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 非常的適合小蜘蛛 然後兩家各有優缺 簡單來說就是住北部的人 我就推薦你們去綜合店 還有今天來的體育館店 這兩家都很棒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有沒有覺得跟我一起穿越時空的感覺 下次我再找找各種 就是大家以前比較懷舊的老店 然後拿出來評比看看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那想要看更多資訊的話呢 都可以去搜尋CPOK.GW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感覺會比較吃得到麵粉的 心寒